59.4万剂的AZ疫苗 那也在昨天也全部都用尽 11月6号才抵台的疫苗 24天内全部打完没有浪费 但这只是疫苗库存量的冰山一角 四种疫苗 目前再库的有547万 那另外还没验收的还有390万 所以我们总共有937万 库存量充足 但覆盖率上升速度不如从前 一季在11月22号破77% 过了一个多星期却升不到1% 至于二季目前来到56.8% 尽快预约来打 我们的基本值当然是要第二季 要60%以上 才有社区比较稳定的一个可能性 疫情延烧不停 部分旅外国人等不到回台时机 两年过去了被迫遣除户籍 为保障国人权益 为福部提出因应措施 如有民众因此失去全民健保纳保资格 可以向健保署申请接续纳保 也就是不需要等半年再恢复户籍时就能参加健保 疫情之下不论保险税务相关单位都寄出办法 从快认定 但也提醒返台旅客 记得严格遵守紧密措施 并让台湾稳定疫情再次陷入危机 来新闻聆听叶宜林台北报导